第四題也是一樣用相同的方法 當然這個數字也蠻簡單的 就是只有 1 2 3 所以還蠻好算的 我們把 x 的消掉吧 我們 d 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先把 d 4 跟 2 4 相加 1-2 解吧 x 解 x 是不見的 2y-y 變成 y 3z-2z 變成 z 等於 3-2 是 1 好 就第一次對不對 然後再來你把 1 跟 3 相加 相加就是為了把 x 消掉 就 x 消費就不見了 2y 變成 4y 3z 加 z 變成 4z 然後等於 3 加 3 是 6 好 你通通除以 4 會得到什麼結果 會得到結果是 y 加 z 等於 2 分之 3 我為什麼要除以 4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要看前面係數有沒有一樣 其實前面係數一樣對不對 所以兩條直線是什麼 應該是平行 應該長這個樣子才對 那當然我先說一下 我這個其實只有解一個而已 事實上 2 跟 3 也應該再解一次 你就會發現剛好 這兩條解 剛好跟其中兩條直線 而且還是平行的 那第三個就是你把 2 跟 3 解一下 聽懂意思嗎 所以定個答案它的幾是什麼 答案你要解釋是 5 解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共同的焦點 OK 然後相加其實應該是 2 兩平行吧 所以應該選誰 多少 H 吧 然後分成幾個區域呢 1 2 3 4 5 6 7 7 個吧 所以我分成 7 個區域 這樣子 回來好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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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